我要 我说了我不用你管 我说我们要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说我们要 你哪有错呀 我说我们要 让人把话说完 你说 世子 咱们现在已经搞定了大公家了 那么按原计划 我们接下来就 我做 这再给你记一步 谢谢世子 房子 你不是那个 干 干啥呀 弟 你 你干嘛去啊 我出去的 不是 不是 人我都带来了 不是 哥 你说得对 有问题就得解决问题 我跟可怜之间的问题 我自己去解决 可怜 不是 你说春可怜 他该怎么说来了 他说 我和可怜之间的问题 我自己去解决 不是 他跟春可怜之间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世子 他喜欢的 该不会是春可怜吧 哥 阿四 你们终于来了 可怜 你没事吧 还记得我吧 东西带来了 我不让你搬救兵吗 你怎么把他给我搬来了 老大 我这事的人 就阿四有钱 赶紧把他给我轰走 可怜 你到底为什么 那么讨厌我 妈呢 你这唱戏呢 我这绑架呢 钱呢 谁 要不你们玩阴阴的 我能在你们手里 有本事单挑吗 把松开来 来 单挑 来 别弄他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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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么找我 就等你这句话呢 我们嘛就是图才 我要 我说了我不用你管 我说我们要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说我们要 你哪有错呀 我说我们要 跟人把话说完 你说 我没有话跟他说 我刚让你说你又不说 好 现在听我说 我们要钱 你要多少 我 六十 差不多 有点多了 二伯 会不会有点多了 我们要 五十两 给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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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啊 凭什么不容易啊 不对 少了 我就说六十六十嘛 我告诉你们 谁救我都行 他救我是不会走的 为什么 可怜啊 你别赌气了 我知道我惹你不开心了 但是我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 道歉 我哪敢让您跟我道歉 你们不知道吧 他 可是王爷的儿子 我就说要少了嘛 我就是六十嘛 老大 阿四已经很有诚意了 是啊 阿四 你再道个歉 对不起 那天在你家门口 是我太冲动了 冲动 你那是冲动吗 我把你当兄弟 你说走就走了 那不是你先 可怜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从小到大 我没有说过啥 认识你之后 虽然我受了不少招 但是我都能忍着 我就是特别希望你能认可我 你因为我是官坏人家的人 就觉得我不是好人 是不是有点太主观了 你这确实有点主观啊 你要你多管些事 我也没说官坏人家的人都是坏人 我在圆阳寺的时候就知道你不是普通白血 但你那天说走就走 你有没有当我是老大 就是啊 我说几公道话 你闭嘴 我打断一下 我觉得这兄弟把特账了你 我欣赏你 要不你跟我们混算 后来的时候已经报官了 好 我现在又不欣赏你了 走 别走 单跳啊 不用你给我钱 老大 阿四特意被你来的 你就给他给他一些下呗 好 你借我花的五十两 跟你妈我那事扯平了啊 扯平了 扯平了 扯平了好 快 扯平 握手 握手 咱握手言和 快快快 握个手 握手 握手 走走 喝酒去 喝酒去 走走走 李童韵啊 李童韵 我都说你长着眼睛是喘气的吧 那他喜欢是谁你都看不出来 世子 那天 咱们俩不是在一起 都没看出来了 还叫骗是吗 嗯 我告诉你 这两天 我想好好一样被你甩 我还跟那个春景说什么 说 我们当时都没有人 太尴尬了 我现在就要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问你 你说我养你有什么用啊 办事办事办不好 看着看着看不住 你呀 你呀 你干脆还是回去摆你的摊吧 来人 世子 世子 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世子 世子 你再给我个机会 我告诉你啊 你前面我还指望着你 和我一起搞天四皇子 对不起 我天真老 我太天真了 世子 世子 我承认之前是我厨妇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好好表现 世子 你不能没人辅佐呀 我 你走吧 世子 咱们的初步缘分 才刚刚开始啊 这不缘分就到这儿吧 世子 带走 原来世子 世子 你再给我个机会啊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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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世子 这个好伤痘玩意 世子 过去了 世子 你赶快 这好伤症 你 我 我 你